刚才那个领会已经讲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读了 我想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读了 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吃下来 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你 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也因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 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这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 求你保守我们下面聚会的时间 也求你亲自告孩子的口 让我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 能让弟兄姊妹得造就 你的教会得以建立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昌世纪十六章》 这是你们教会的净徒 可能你们教会也给出了我的题目 说题目是看顾人的上帝 这个题目很好 因为这个题目是出自经文的 上帝是看顾我们的上帝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创造我们人类 他不是创造完了就杀手不管了 他必会看顾我们 我们一定是在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之下 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 上帝不但看顾我们信主的基督徒 也看顾不信主的世人 所以说上帝说 日头招好人也招待人 降雨给异人也给不异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阳光雨露 空气而存活的 这一切都是上帝恩典的赐给 是上帝普遍恩典中赐给我们所有人类的 只是世人 他们不会因为得到这些 来感谢上帝 他们以为这是自然而然就有的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 然而我们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会为这一切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赐给我们的 上帝借着这些赐给我们 每一个人 这是上帝的看顾 当然上帝对基督徒有他特殊的看顾 这个特殊的看顾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因为我们世人心中有上帝的圣灵 区别就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手中的这本圣经 我们接着上帝圣灵在我们心中 我们能够认识这本圣经 从圣经中看到来认识上帝 也认识上帝要吃下的真理 这是我们基督徒和世人的区别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进入到上帝特殊看顾的恩典之中 我们就要紧紧地把握住上帝的话语 只有当我们活在上帝话语中的时候 上帝的看顾就必领导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足了 我们凭自己任意行 我们做什么事上帝都看顾我们 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 上帝看顾的是他的儿女 他的儿女一定会遵行他的话语 也就是说上帝通过什么赐福给他儿女 上帝一定是通过他话语赐福给他儿女 所以说只有当我们基督徒行在上帝话语中的时候 上帝的赐福才会领导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凭自己几亿怎么做 上帝都看顾我们 这是我们错误的想法 从整本圣经提示来看 上帝是看顾 渴慕他 敬畏他 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 所以我们 其实整本圣经提示都告诉我们 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怎么行 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 所以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特殊看顾 我们就要回归到上帝的话语中 所以神本圣经 你要得到上帝的特殊看顾吗 你要成为上帝的真正儿女吗 你要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中做主吗 不要离开他 离开他你就不是 你进入他 你在他里面才是 上帝就是道 道就是这本圣经 所以说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行 怎么样做 我们才真正地成为上帝的儿女 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 特殊的眷顾 但是今天我不会就整本圣经来讲 我没有这么大本事 今天讲到我把整本圣经 全 整本圣经全是 但今天我们就在《畅诗记》十六章里面 看到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看顾之下 《畅诗记》十六章记载的是一件事 就是上来他不生育 他把他的子女下家 赐给亚伯拉罕为妻 就这一件事 我们要通过这一件事的记载 看出上帝的心意 看出上帝要在这一件事 记载的事情上 启示给我们怎么样的真理 所以说我会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 我们要处在上帝特殊看顾之下 必须进入到上帝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活在上帝 所设立的关系当中 当沙莱他要把自己的使女给亚伯拉罕的时候 其实沙莱不是做一件没有根据的事 如果我们翻到《畅诗记》前面 也就是翻到《畅诗记》 看《畅诗记》的十三章 看《畅诗记》的十五章 这两章都有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 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啥子 你的后裔栖栖多多 沙莱一想 我不能怀孕 我没有儿子 我的子生怎么会多如天上的星星 所以沙莱就一看 上帝怎么 哎呀我要来完成上帝的工作 他就把他的使女下家 别亚伯拉罕为妻 其实在这里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 上帝的应许 他一定会实现 我们能缺少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不能等候 上帝说了 我们就不能等候 其实我们基督徒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等候 等候上帝的时间 我们不要比上帝好像更着忙 比上帝好像更积极 上帝不需要我们这样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功课 就等候 其实我98年在学论培训员蒙昭 我的蒙昭是 大家听清楚了 全时间回中国传福音 但是你不用说 啊 鸿蒙斯不对啊 你好像去年才开始回去啊 你那这几年你在干什么 朔老师 我真的不知道 我蒙昭以后 我到海外神学院念书 02年毕业 02年毕业 我还不知道回中国 我应该做什么 我就等候 当时候 我照例受习 照例服侍的那个牧师 祖陆牧师 让我们回去 我们就回去 回去我们在那个教会服侍 一直服侍到 上帝关了那个门 至于怎么关门 我就和大家分享了 然后我们就到了费城 在一个教会服侍 在普罗山上教会 服侍了三年 上帝关门 到费城的教会 服侍四年 上帝关门 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己的教会 我们开始自己的教会 后来我们就 因为 我们教会的同工 全是从那个教会出来的 我可以说 那教会 一年 三个牧师 别赶走 同一年 教会 历代的同工会主席 有七位 有两位 已经离开那个地区 到中国去工作了 剩下的五位 教会有九位 当时的执事 九位执事中的 其中六位 和这五位 历代同工会主席 同时推出 同一天 推出那个教会 所以说 他们推出以后 就开了一个新的教会 然后我们三个 被他赶走的牧师 他就招呼召我 去募他们的教会 所以说这些同工 都知道 教会没有体系 没有上面的权柄 是无法走下去的 所以他们都认定 我们要走 有体制的教会 所以说我们 用三年的时间 加入到PCA里面去 我在PCA里面 区会里面 一直运行 看着他们 怎么样运作教会 区会怎么样开会 怎样用民主 共和的精神 来治理教会 所以这一切 通过这一切 上帝的时间到了 我现在知道 我到中国去 要做什么了 我到中国去 就是要建立 合乎圣经的教会 能够传讲 传统 正统 教义的教会 所以我的宣教的目的 很明确 我不是在一个人 一个人信主 我要建立一个 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 让所有信主的人 能够在 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中 生命能够成长 真正地能够在基督里 得到喂养 所以说 等候 等候十二年 上帝十二年时间 呼召我 十二年以后 真正地 采我回去 在这十二年中间 说老实话 神学院毕业 我可以这么说 没有明白多少 在十二年中 我就慢慢地 明白了 传统的 正统的交易 在十二年当中 我知道了 教会真正的体制 应该是怎样的体制 所以说 等候 是上帝给基督徒的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不等候 就会在自己血气里做事 等候 上帝一定会让你知道 什么时候你可以做事 什么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 上帝都会清楚地告诉我们 现在问题 回到我们 回到圣经 沙兰就没有 学好这个功课 不等候 他想 我要来成全 上帝的旨意 他就把自己的死女 夏加 嫁给亚伯拉罕为妾 夏加成为亚伯拉罕的妾 这一点 在亚伯拉罕和沙兰认为是真实的 但是在上帝面前 是不承认的 因为上帝在地上没有设立这样的关系 家庭就是一夫一妻 没有说一夫二妻 所以说我们看圣经 耶和华使者对他说 对他说 杀来的死女 夏加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他没有说 亚伯拉罕的妾 你要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他认定 他还是 杀来的死女 这个位置在天上是不承认的 虽然在创世纪里面 该隐的第七代 该隐的第七代子孙拉罕 开始产生 娶了两个妻子 好像多妻子就在人类社会中被流行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上帝的心意 都不是上帝所势力的 这些关系在上帝那边都是不被承认的 所以当我们跨出 漫出上帝在地上设立的人籍关系的时候 就会有许许多的问题 我们看到圣经 杀来后来和夏加就有很大的矛盾 夏加因为怀孕了 自己就自告其扬了 像跨到本来是死女的位置 现在像跨到沙兰头上去了 本来家里只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现在他们家庭发生的关系是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丈夫和妾的关系 妾和妻子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矛盾 这就是人没有活在上帝的关系 所势力的关系当中 上帝的看顾是不会临到的 我们一定要活在上帝所势力的关系当中 上帝在天上他认定 我们人类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不要夸出上帝的这个范围 行我们自己的意思 如果我们这样地行 上帝的看顾是不会临到的 如果上帝看顾 他们就不会有问题 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上帝的看顾没有临到他们 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很大问题 夏加就会这么骄傲起来 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看顾护理的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上 可以说特别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又有一个身份 我们叫基督徒 基督徒也是一个我们社会关系 那么基督徒的这个位置应该在哪里 圣经都告诉我们了 如果你成为基督徒 你一定有一个属灵的家 有的人基督徒说 我不需要教会 我自己追求 这已经离开上帝的所设立的关系了 上帝所设立的关系 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 就是为基督徒准备了一个属灵的家 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归属 归属到一个属灵的家里 你不归属到属灵的家里 你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 现在电视里有不少在那里鼓吹 你们不需要去教会 你们听电视节目就可以了 就可以聚会了 电视节目真的可以聚会吗 你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你怎么跟他沟通 你和他有位格和位格之间的沟通吗 你想付出爱 你能够怎么付给他的爱 他要给你爱 他怎么给你爱 这些都离开了上帝色列的关系 只有我们生活在教会这个群体中 我们彼此面对面的 有个位格和位格之间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彼此扶持 彼此帮助 我们的帮助才不会是空洞的 说教的 因为我们彼此很近 我们贴心贴的心 我们的帮助才会真真实实的 你的帮助才会踏到对方的心里 你很远 你在电视上 他能帮助你吗 他能踏到你心里吗 所以说我们不要离开教会 圣经里告诉我们 不要停止聚会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虽然这个家 你可能不太满意 你可能觉得 我又不太舒服 说老实话 就是在你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你生命成长的地方 如果你来到个教会 我如意得水 我过去的罪性 我什么都能够如意得水 我说这个教会就有问题 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家 我们有罪的生命 就会在这里有不舒服的地方 这就是你成长的地时候 这就是你成长的点 我们不要一不舒服 我离开教会 我到一个教会去 就是我怎么行 都很舒服的 但是你的生命是不会增长的 有许多华人可以说 到美国教会去了 我接触到许多这样的 他们无法进入到 他们社会的群体里 他们的生命 进到美国教会的华人 永远生命不会被别人碰到 别人都非常客气 把他当客人 他怎么会碰到 你怎么做 别人都好好好 你没饭吃 好好好 都好 只有在我们自己群体里 你的生命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贪欲 才会被别人碰到 因为别人不卖你这个账 你才会被碰到 碰到了你就知道 这是我生命中的确定 这是我生命的罪 你要祷告 你改变 你生命就成长 基督徒生命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亚当的旧生命 不是那么容易就从你生命中出去的 一定带着痛苦 带着流泪 才会出去 只有你的意志上决定 我就恨我这个旧生命 他才会死掉 不是说得那么轻松 老我死去 新生命成长 说很容易老我死去 怎么死去啊 痛苦地死去 因为他是不愿意死去的 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被建造 在这个正确的关系中被建造 被建立 我们不要离开正确的关系 我们不要进入到错误的关系里面 像现在 美国 很多婚姻错误的关系 都会成为他们的问题 不要以为他们在那里呼喊 我们要 同性恋通过 我们要同性恋 后面就是他们的苦 他们离开上帝所设立的关系 后面就是他们的难处 我们不要被中国那些 婚外情 这个情 那个情 很羡慕啊 他们 痛苦就 紧接地就伴随着他们来 只有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和喜乐 我们才是在上帝 那个特殊的看顾下 我们才是进入到上帝儿女的身份里面 在上帝父神的特殊的看顾底下 离开这个 没有 和私人一样 所以说我们要在正确的上帝所设立的正确的关系中 尾声 要在正确的关系中 彼此造就 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就是在这个经文中 启示出我们 就是要 需要进入到一个正确的关系 错误的关系 会带给我们很多的难处 不但给撒赖带来难处 如果我们在错误的关系中 我们和撒赖一样 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 所以说我们不要使自己 进入到这种错误的关系里面 我们要始终使自己 保持在上帝所设立的 正确的好的关系里面 这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我们不但要在正确的关系里面 我们在要正确的关系里面 在关系里面就有次序问题 我们在正确的关系里面 要顺服正确的次序 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 撒赖就做得很好 他下家因为怀孕了 他觉得自己可以借着怀孕 使自己的地位升高 就轻看了撒赖 撒赖就很痛苦啊 本来是个死女 现在高高地想在我上面 过去是我指挥她 现在她想指挥我 过去我可以对她不满意 现在她给我白眼 那撒赖肯定不舒服 对不对 哇 这还了得 但撒赖我们看圣经 撒赖没有说 你这个死女 现在像爬到我头上来 我好好的苦待你 撒赖没有 撒赖跟亚不难还说 圣经说 撒赖对亚不难说 我因你受委屈 我将我的死女放在你的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 愿就小看我 愿燕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不难对撒赖说 死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带她 撒赖 撒赖合乎次序地跟亚不难说 亚不难说 这就是亚不难 是一个 是丈夫 是家里的头 家里有问题 我第一件事就要跟头汇报 当亚不难同意说 你可以 带你手下来 手下任何 怎样带都可以 撒赖就得到了权柄 他就可以 他虽然是苦待了下家 但是上帝没有 就他苦待下家这件事 来责备撒赖 我们看圣经 上帝对他说 你撒赖的死女 你要从哪里往哪里去 撒赖说 我从我祖母 撒赖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死者对他说 你回到你祖母那里 扶在他的手下 撒赖没有说 撒赖为什么真的带你啊 太没有道理了 对不对 撒赖对他说 你要回到撒赖的那里 扶在他的手下 撒赖是你在上的权柄 所以撒赖虽然苦待了下家 但是上帝没有责备他 因为撒赖是从权柄的角度 从合乎权柄 他跟亚伯兰汇报 亚伯兰赋予他权柄 他就有这个权柄 所以说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不要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位分 自己的权利 这一点 就是以夫所受教导的 很清楚 丈夫是家里的头 妻子要顺服丈夫 对不对 这是权柄的关系 丈夫爱妻子 不牵涉到权柄的关系 是应该爱妻子 你没有权不爱妻子 因为妻子是你的身体 但是妻子顺服尚服 这是权柄的关系 同样 作为基督徒在教会 我们就要顺服 教会权柄的带领 我们不要到教会来 哎呀 这也看不惯 长老团怎么做这个决定啊 牧师怎么这么说话 不是说你不可以提意见 但是你提意见 必须有合乎程序的提 你首先要认定 它是我在上的权柄 我现在要向权柄伸书 提出我的意见 它是权柄 不要跑到牧师跟前 和牧师平起平坐 牧师你这样做不行啊 你这是平起平坐 你和牧师在一个位置上 和牧师探讨应该怎么做 不是 你可以提意见 但是你要知道牧师是权柄 我这次在国内宣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得出个结论 在真理问题上 所有的人都都降服上帝的话语 没有一个人能够跨越 连故事都不能跨越 如果是真理问题 你可以和牧师平起盟坐地谈 这个不是说 你没有重视牧师的权柄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更高的权柄 对不对 我们讨论上帝的话语 你对上帝的话语理解对于错 在更高的权柄下 我们彼此删了 但是具体的做法 具体实施 实行的做法 教会应该 有没有午餐 教会应该怎么样 有很多具体的行政的做法 就是顺服权柄 不顺服权柄 会产生什么问题 很简单一件事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意见 最后永远做不成 所以说具体的方法 一定是全比管理者说了算 管理者说这么做 当然管理者 作为有智慧的管理者 他一定会听取 别人的正确的意见 但是这不要过多的讨论 讨论来永远没有结论 我这次在国内 就是很简单一件事 即使会员 接受会员 谁的全比 我们费城贵城教会 长老谈的全比 但是他们说 我们的传导人不在 你不能接受会员 为什么 因为那种传导人在底下 我们还没到的时候 他已经在会中中 传过这样的信息 我不在 费城贵城教会 不能来接受会员 什么什么 他已经越过了全比 他可以和我商量 他不可以和我商量 直接和会中去商量 直接在会中中宣传 就已经是一个反全比的 做法 其实接受会员 什么时候接受 其实这不是真理问题 谁管这件事 就听谁的 对不对 所以说许许多多 行政方面的事 我们就要顺负全比 不是说不可提意见 不可提建议 提意见 提建议 全是建设性的意见 建设性的意见 建设性的建议 我相信 在上面带领者 一定是乐意听的 也就是说 我经常说 有的时候 我也有一点 过极端了 我说你提意见 可以提 但是呢 你在提意见的同时 要提出你的方案 你不要警示 我反对这样做 那应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反对 你知道吗 你说我反对这么做 因为这样做不好 我认为那样做更好 你把那更好的提出来 你不要反对这么做 你反对了 领导 带领者怎么办 你还没给我方法 我再想出个方法来 你又说了 这也不行 那你把行的提出来呀 没有 我没有 我就是 我就是一直是反对 但是我没有好的 那就有点过分了 我是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我们就会 有的长老比我更有怜悯 他说那你也不能这么说 别人提建议 提意见 毕竟是为了好啊 我是比较实实在在的 你提的建议 又要能够使我们实信下去 你只是说反对 那你这个就 没有什么建设性 我们提意见 提建议 都要有建设性 为了成就什么事 而不是拆毁什么事 说老实话 拆毁是最容易的 要拆毁人的信心也很容易 要拆毁教会也容易 拆毁什么都容易 就是要建立才是最难的 所以说我们 所有的出发点 全是为了建立 教会就是为了建立 不是为了拆毁 建立别人的信心 建立别人的属灵生命 建立教会的 那个属灵的气氛 全是为了建立 所以说呢 我们有建议都要很好的提出具体的建议 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具体建议 我想我们就顺服 顺服 我觉得更蒙上帝的顺服 大家都顺服 教会就和谐和一 如果大家都不顺服 教会就没有谈不上和谐和一 所以说除了真理问题 应该说我们都要顺服带领者 这个我们看到撒来就是这样 当他顺服亚伯拉罕的时候 上帝并没有责备他 虽然从我们人的角度说 你苦待下家有点过分了 但上帝没责备他 因为他是顺服带领的 一个顺服者 顺服在次序里的人 上帝有恩典 有怜悯 有慈爱 有堪顾 这就是上帝特殊恩典中的堪顾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关系当中 不管是家庭关系 和我们父母的关系 和我们子女的关系 还有在教会中和牧者的关系 和教会的同工会的关系 我们在教会中兄弟之间 彼此的关系 我们都要清楚 自己在这个关系中的位分是什么 你在这个关系中 你的义务是什么 你的权利是什么 要很清楚 我现在在背好公民的题 他说你要成为每个公民 你要知道你的义务是什么 你的权利是什么 其实每个人都要思想 有的时候我们就 不去思想这些 经常会 该我们经的义务 我们没有经到 该我们行使的权利 我们没有行使出来 或者说 该行使的权利 我们超越了我们的权利 在行使我们的权利 所以说在家里也是 对孩子也是 孩子就要思想到 孩子的权利范围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父母和孩子 我的权利范围是什么 母亲的权利范围 父亲的权利范围 都很清楚地理清楚 就是说这样 都清楚以后呢 就不会产生问题 或者说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我们顺服上帝 所思虑的关系当中 上帝特殊的看顾 就在其中 我们不要想 拿出个什么东西来 上帝来看顾我这件事 不是 其实我们上帝的看顾 就是在他话语中的看顾 只要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 顺服上帝这里的关系 上帝就在看顾我们 这点我们不要怀疑 只要我们是真基督徒 只要我们是真的上帝儿女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景况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处境 我们都要认定 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特殊的看顾 一定在当中 所以说 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遇到什么样的难处 你首先 就是感恩 因为上帝的看顾一定在里面 上帝的话语 上帝一定是看顾我们的上帝 忽略我们的上帝 上帝的话语 比我们感觉要更有权威 不要说我的感觉好像没有上帝看过 我就不感恩了 没有 不对了 错了 跌到位置了 我们感觉不是权威 上帝的话语才是权威 因为上帝说 他必看顾我们的时候 你就要认定 上帝一定看顾 所以说你首先就是感恩 所以基督徒才是感恩的人生 基督徒才是 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是感恩 因为我们坚信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大权 上帝的权子 权能 智慧 一定看顾 一定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一定成为感恩的人生 所以说我们要 在上帝设立的关系 正确的关系里面 顺服上帝在这个关系里面的秩序 权柄秩序 我们就在上帝的看顾当中 这是我分享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会和大家分享 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是 在上帝的正确理解 或者正确分解上帝的话 是上帝看顾的一个保证 有的人说 不是啊 我就看上帝的话 我都顺确理解的 其实许多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话都理解偏了 不但我们 杀来都来理解偏了 我们看上帝纪 十六章 十五十六节 亚伯兰六十岁的时候 下家给亚伯兰生了个儿子 亚伯兰给他起命 叫以色玛利 当时亚伯兰和沙莱都认定 这是上帝赐给他后世应许的应验 所以在十七章十八节 亚伯兰才会对上帝说 但愿以色玛利活在你面前 他认为上帝的应许应验了以色玛利 但是到十七章十九节 上帝回答亚伯兰怎么说 不然 你妻子沙拉 要给你生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命叫以色 到唱十节二十一章十二节 上帝对亚伯兰说 从以色生的才是你的后裔 所以新月圣经 加拿太书四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死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自妇人生的 然而那死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 那自主自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我们就清楚地知道 以色玛利的出生 不是上帝的应许的孩子 只是以色莎莱和亚伯兰 想用人的方法来完成上帝的应许 上帝应许 我由后裔多罗海上的三十天空去 但是我一个孩子都没有 我怎么办 所以他把下架给亚伯兰回去 然后生了一个儿子 这下上帝的应许有可能实现出来了 但是上帝并不认为这是他的应许之子 现在为什么萨莱会认为 以色玛利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子呢 因为他对上帝的应许 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正确理解 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 在十五章第十节 十五章第十节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当时亚伯兰指着他的管家以利以谢 说这是我的后世 我的家也有他成产 上帝说 这人只以事以谢说的 必不成为你的后世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 你本身所生的成为你的后世 这句话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四节说的 那时候亚伯拉罕家 是什么样的家 是一夫一妻的家 也就是只有亚伯兰和沙兰 对不对 那么到上帝在亚伯拉罕 只有亚伯拉罕和沙兰 在这一对夫妻关系的时候 上帝对他们的应许说 你的后世 有后世 你的后世堕落天上去海上沙 是对谁说的 是对亚伯兰和沙兰这对夫妻关系说的 这个应许是对他们俩说的 不是对别人说的 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应许 仅仅地理解为 不是对这个婚姻关系说的话 把它变成了只是对亚伯兰说的话 亚伯兰自己能生孩子吗 不能啊 所以说一定是对这个一夫妻妻 沙兰和亚伯兰这关系说的 所以说 这个应许是对亚伯兰和沙兰的婚姻说的 只有他们两个生的孩子 才是应许之子 但沙兰就 错误地理解上帝对他们的应许 以为只要亚伯兰生的 就可以成为 把自己给撇出去 所以他叫夏家和亚伯兰同房 说你和夏家同房 你沙兰说你夏家生的孩子 可以成为我们的孩子 成为沙兰的孩子 就是说这是当时的一种风俗 如果妻子没有孩子 妾生的孩子 就成为妻子的孩子 这是当时的风俗 但是在上帝的面前 是不成了这种风俗的 所以说这种过激 在人看来很正常 很正确 在上帝看来不正常 不正确 这个关系就是 没有真正地经浪到 上帝关系里面 所以上帝就不承认 夏家生的是他的后世 所以说像在罗马书里就说 路上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应许儿女才算后世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 到明年这时候 沙兰必生一个儿子 也就是说 应许是对沙兰和亚伯拉罕 这个婚姻关系说的 离开这个婚姻关系 所有的都不是应许之子 所以说我们要对上帝的话 要完全清楚地正义 正解 不要添加自己的意思 不要在处境中 去解释上帝的真理 而要把上帝的真理解释出来 运到我们的处境当中 沙兰就在处境中 去解释上帝的真理 我这么长时间不怀孕 现在我把亚伯拉罕娶下家 这样就可以帮亚伯拉罕生了孩子 在处境中去解释这个 去理解圣经 就会把自己的意思 读到圣经里面去 我们第一 我们要理解上帝话 第一 我们不要丢弃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文化 我们过去的文化背景 我们过去的习惯思考方法 我们过去的任何东西 我们都丢弃 只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然后把圣经的真理理解出来 然后在这个真理 才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处境里面去 我们许多时候就带着自己的处境 去解读圣经 一看有的人要有个什么想法 就到圣经里去找 所有支持我的经文 看看哪一期经文都支持我的想法 因为你在处境里 你把处境想放到圣经里去 你就看哪一期圣经 哇 也是对我说的 这期圣经也是对我说的 这期圣经也是对我说的 好像许许多多经文都支持我的观点 其实不是你已经把你的处境 放到真理里面去了 你已经放进去了 你没读圣经之前 你已经把处境放到圣经里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处境 全拿开 好好研读圣经 看圣经到底是怎么样说的 当然基督教有简经的原则 我们要在这个简经的原则下 好好地解读圣经 要看圣经的上下文 要看整卷 整卷书卷 要看整本圣经的一贯的意思 我们把真理提出来 然后我们才能够应用这个真理 所以说许多时候 我不是说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的牧者也会面临着这样的挑战 一看教会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就 哎呀 哪些经文能够针对这个教会问题啊 你看好多啊 教会为什么有这么问题啊 这么多经文已经指出来了 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处境读到经文去了 所以说我们改革中 路实讲道 不是说你挑经文 就是我们一卷书一卷书地讲 一卷书书一卷书地讲 你就不会在处境中 可能也会 但是可以免去许许多多 我们在处境中去解读经文 我们首先要把经文的真理解读出来 然后应用在 如果说哎呀 教会这个问题很复杂 你为什么 牧师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讲啊 我就是不讲 不着忙 等候上帝 等候很重要 对不对 到某个时候 上帝就会让你看到 可以讲的经文 你只要一卷书一卷讲 到时候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一个月过去了 这些经文 上帝就让你看到了 这个教会问题 这些经文就是指我们教会问题的 这样的讲道 弟兄姊妹才得帮助 因为不是 你不是要指着我 而是指着我的 不是你牧师的口 还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出来是带能力的 弟兄姊妹因着这样 生命才会成长 不是说我指着别人就能说 我现在当牧师当了 虽然没有讲许牧师 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经验 但我当了这十多年 牧师也有个经验 人说出的话 一点用也没有 你怎么说也没有 别人有的客气的 表面好好好 不客气的 根本不理你 客气的话 只有上帝的话 只有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解开 上帝的话 本身就带着能力 弟兄姊妹听到了 就会觉得 咋形 就会觉得 其实只有我们遵行上帝的话 只有把上帝的话真正解开 我们真正地行在上帝话语中 上帝的看顾是一定一定 临到我们身上了 上帝的看顾不能临到我们身上 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所以基督徒的福分就在这里 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圣经 我们却把这两个最宝贵的东西放下了 我们像世人一样了 只在人的哲学里 人的学问里面来说教 没有 因为上帝不在其中 只有到上帝的话 借着圣灵 借着圣经 我们把上帝的话完全地解开 我们真正地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 我们真正地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说在耶稣基督里也不是一句空空的口号 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 只有我们活在上帝话语里面 我们才在耶稣基督里 只有我们的生命和上帝的话有密切关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进入到天国 不是说我是基督徒了 我就进天国了 不是 我们的生命和上帝的话密切相连 我们每天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一直在喂养我们生命 喂养我们哪个生命 喂养我们能够进天国的那个生命 我们在地上就这一件论物 就是拿上帝的话 喂养我们能够进天国的生命 到时候我们一定能在天国里 你说在地上我们从来不拿上帝的话 喂养我们那个生命 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渴慕 要拿上帝的话来喂养生命 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进天国的生命 没有真正的悔改生命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自己把自己给骗了 所以说我们要警醒 弟兄怎么要警醒 我也时时要警醒 每个人都要警醒 不要以为我当牧师的 我一定进天国 如果我没有活在上帝话语里面 我也进不到天国 一样的 这是在上帝面前 在这一点上是绝对平等的 不管你是牧师还不是牧师 不管你是姊妹还是弟兄 你是长老还是子士 全平等的 只有你的生命 进入到上帝话语里 只有你的生命被上帝的话语喂养的那个生命 这是今天国的生命 我们过去的老生命是经不了天国的 所以我们彼此勉励 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 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 我们就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就要得那上好的福分 好 我们听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自下包括话语 因着你的话语 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 因着你的话语 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挑战 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和挑战 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立体心智 我们要活在你的话语中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天国的子民 求你保守我们 谢谢主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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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